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 这一个月是7月 刚好 汉学院在8号、9号 有学术研讨会 那紧接着15、16 这个新加坡 这个 汉尼夫先生在马来西亚办了两天 宗教和平会议 而且他们都是 跟随老和尚的理念 18号是他的老师哈比哈山 在新加坡 办宗教和平的活动 那我们首先很感佩 这些其他宗教的长老 他们对师父的理念 如此之认可 他们也在弘扬 他们也在弘扬 这些人家的宗教很有影响 很有地位 老人家应该是七十多岁吧 身体都还挺硬朗的 跟我们谈话的过程呢 他提到了 他提到了 说 这个长者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眼睛是泛着泪水的 他眼睛是泛着泪水的 非常真诚 得不顾必有灵 你看我们师长得到不同宗教长老 如此高度的崇敬 这是我们的学处了 人的身这个真诚心呢 可以超越语言 宗教 种族这些 外在的限制 能成为知己 宗庸说 成者物之宗实 真诚心 是成就事情的根本 那刚好 因为老人家是 七月二十六号原集 所以台湾办三天的纪念法会 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那这个应该有全球应该会上网播出 这二八二九三十啊 还是香港办 司长的纪念活动 纪念法会 所以刚好七月份呢 陈德要参与这些活动 那当然香港这个法会 应该也都会透过网络播出 这个要首先跟大家致歉 七月份这一堂课之后 可能要等到下个月 才能够跟大家来交流 刚好最近跟同学在学习试书 这个内容也有在询文成总挂出来 供大家参考 师长有提到 小孩从小先学圣学根之根 这个是学做人 扎做人的基础 中学 学做事 那这个诗书教导我们做事了 那大学学群书之药 群书之药都是修其自凭的智慧 那我们互念下一代 学习这些内容 那我们也得下一些功夫 那这样 这些经典 成为我们家庭的 共通语言 比方说做起事来 欲数则不达 在家里面互相提醒 别着急 别着急 有这些共通语言 谈起来 家庭气氛会挺好的 而且这些经典 教导我们 建立理智的人生观 现在这个世间的诱惑那么多 这个理智不建立起来 要抵得住 外在那么多的诱惑 确实不容易了 况且 现在地球变春了 地球春了 假如你遇到 世界有人了 到时候人家见面 问到你 你知道论语吗 你知道哪一句吗 到时候答不上来 那 我们就会很不好意思了 就像成德跟大家提过的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 伊斯兰教的长老 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知道成菜绝粮吗 诸位 忍者 你们不要当故事听 你现在在神州大地 会遇到很多不同 种族宗教的 朋友 是吧 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 这几部重要的经典 尤其 这些教诲 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 这些我们还是要 下功夫来深入 就像我们 一开始 我们深入的主题 就是五轮 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不管他是哪个种族宗教 一定都 要学习 伦理 道德 因果教育 人无伦外之人 学无伦外之学 刚好最近 在 跟同学们上课的过程 有分享到一段老法师的教诲 老人家提到了 学佛在哪里学 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学习了 就像忠庸说 道不远人 人之 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 为道 道是什么 道是真心 真心离我们很远 如你又说 人远复栽 我欲人 私人自已 我们不让情绪 不让烦恼做主 我们正念现前 正念提起来 这句阿弥陀佛提起来 邪念自然误览不上 所以念佛即是自心献 自心献时方念佛 但是不念是迷 一不念又是妄想 烦恼做主 虚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 中庸说 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我们一不念佛 打妄想 就不在道中了 所以认知到这一点 那这个佛号不能断 尤其佛号一断 脾气一来白修了 火烧功德领 论语里面讲的 鲁家强调的 尘分自愈 那个分要克制住 不迁怒 哇 你看论语在哪里 论语可不能在 两个礼拜交流一次的课程里 那我就太对不起大家了 论语就是生活工作 主事带人接物了 假如大家觉得论语是 两个礼拜一次的研讨 那我已经浪费你很多时间了 我这个罪过很大了 道不远人 圣狂之分在乎一念 我们能克念就作圣 鸿鸣正章自性 老实念了 这个自性的光明 慢慢就透出来了 那所以 我们真心现前了 当下就是道场了 何处是道场 老师上说了 你今天洗个手 用肥皂洗手了 这个肥皂泡 喷到水龙头上面去了 也没去擦 这个肥皂 接触到这个水龙头 金属了 它开始腐蚀了 那水龙头寿命短了 自己的寿命也短了 折了福报了 不爱洗东西了 洗个手是不是道场 你用真心就是道场了 就是鸡公雷德了 洗个手也是礼敬诸佛 把水龙头擦干净 不破坏到它 用水的时候 没有开得很大 很节省 这都是礼敬诸佛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都是诸佛 情与无情 同源总治 有情无情 都是我们自性所变 所限 一切法从心响生 所以我们礼敬人事物 我们的真心就现前在 当下的境界了 那我们穿衣吃饭 用真心都是鸡公雷德 洗个手也是鸡公雷德 我们用了忘心 水洒了一地 下一个人来 这前面的人怎么这么没有功德心 让人家生烦恼 那这个叫造业 那师长这一篇 假如大家现在手上有 可以发上来 好像标题是 你觉得学佛在哪里学 就像 今天好像不是讲论语了 变成讲四书了 对不起 中庸 庸是用 用中 什么时候要用中 其实就是什么时候要用真心 你不用中 你就会产生问题了 你用中了 你就发起充满了 你就解决问题了 这差很多 举个例子 今天我们吃饭 要不要用中 你不用中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 吃着撑得要死 晚上还睡不着觉 过了 你吃少了 上班时间咕噜咕噜 叫着别人都听到了 不急了 所以如你说过有不急 吃饭 有没有中庸之道 而且这个中庸 很有意思 他不是死的 因人因时因地 不一样 不一样 不是说中庸 有一支尺 三十公分的尺 十五公分 这里叫中庸 不是的 比方一个人 今天的状况 跟明天都不一定一样 去年跟今年都不一定一样 比方说你今年运动多了 身上的阳气比较足了 所以你穿的衣服就少了 是吧 你假如还穿一样的多 那你就流汗了 不一定适合自己的状态了 所以自己的状态要随时清楚 你看吃饭要中庸 要出门了 穿衣服要不要中庸 穿多了流汗 穿少了感冒了 我们是中华民主 你看这个中字有味道吧 不能过不能不急 不能出现执着点 一吃性执着点了 你看东西就看不准了 所以大学说了 好额知其恶 故额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你太喜欢这个人了 执着点出来了 他的问题看不到了 所以说慈母都败子 你太溺爱你的孩子了 你把他可害了 你看这个人不顺眼了 执着点产生了 你看人家不客观了 物额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心要保持中正了 看人看事看物才客观了 不然主观太强了 所以这个执着点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 他就冒出来了 比方 我们经历过事情 我们有经验 过去的经验 会不会造成现在的主观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格言里面讲 建言者 你要给人家提建议 要置身于利害之中 你不能置身于你以前的经验之中 这样你给人家的建议 就不够契合他现在的客观状况 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 你们以前的公司多大 他现在的公司是多大 所具备的条件 不一定相同 你拿着这啪 经验就给人家套过来了 所以用忠 不能出现执着 都得因无所住 不能你经验主义 你要完全设身处地 体会对方的状况 而身其心 给予他最适当的建议 所以中央里面特别强调 树道 中树 为道 不远 大学里面也是 都讲树道 所悟于上 无以 死下 所悟于下 无以事上 你的领导对你很凶 你不能再凶你的下属 人家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大家觉得大学中央跟论语 是两个东西吗 中央是理论 大学是方法 论语梦子是表演 孔子跟他的弟子 还有当时候的人的表演 孟子也是表演 所以这个我们能融在一起 进而 好好去落实 用忠 很有味道 你用忠 你用真心 你所处理的事 一定往好的方向转 因为医报 随着震报转 今天我们处理事 好像越帮越忙 那要关照 我们的心 可能夹杂得失了 或者夹杂情绪了 才会造成这个发展 所以大学特别强调 物有本目 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则净道矣 其本乱 你根本没有好好用功 而末至者 佛矣 不可能 比方 修身是本 其家是末 我们生没有修 修身是本 其家是末 本乱 每天发脾气 末至 家里 治理得很好 不可能 其所厚者薄 厚就是你要下功夫 该下功夫的 该下在本上的 你反而下的少 厚者薄了 其所薄者厚 那末末应该 用点心就可以了 你把精力都投在末上了 其所薄者厚 未知有也 这事成不了了 所以成语里面讲 不能舍本 逐末 不能本末 倒置 那我们可以 透过经文 检查检查自己 我今天在处理事的时候 我的专注点在哪里 我的专注点 有没有在本上 一切法 从心响生 这个事能不能处理好 是我的心决定的 心正而后生修 生修而后加起 我今天在处理家里的事 我的心不正 能把事处理好吗 生有所愤智不得其正 你带着脾气了 处理不好了 有所恐惧不得其正 你要处理事 怕东怕西的 处理不好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赶快念阿弥陀佛 把这个情绪要调整好了 这叫立事练心 不然在哪里练 我们不能都怎么练 这一件事又黄了 你怎么这么练 每一次都是 马后炮 我知道错了 事情搞黄了 才在说错了 你在当下助理的时候 不怕念起 只怕觉齿 一察觉 念头里面有贪生吃 有情绪了 赶紧佛号提起来 稳住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人家沟通的经验 讲两句 有点不舒服的感觉起来了 他以前的影像浮在脑海里 然后自己察觉了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是阿弥陀佛 他是阿弥陀佛 在心里 你嘴巴在那叨叨人家 不知道你在干啥 在心里提起这样的心念 对他恭敬 对他恭敬 一提起对他的恭敬 那言语就不一样 言语一不同 对方一感觉到 他跟你的互动 就跟以前有点不同 所以根源还是我的心 问题不在他 我们这样的事经历多了 那更相信了 真的一切法从心想 神不干他的事情了 那我们慢慢就体会到老婆上 人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那这样体会到了 在读中庸 设有四夫君子 师姑 师诸正谷 设见了 没有设中了 反求诸其身了 是我自己技术不好 不能怪弓箭 不能怪弓 也不能怪箭 也不能怪今天风太大了 所以我们起个念头 他害的 都是谁谁谁 讲的那句话 今天太阳太大了 搞得我心情太烦了 都是境界的问题 别人的问题 那起这个念头 那就是自欺 所谓成其意者 物自欺也 人要不自欺 那他就很真实 不欺 那他很真实 他讲每一句话的真心在讲 这叫真实 不能讲应付的话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这个只有问自己了 我们讲这句话 是不是发自内心真诚的讲的 自己清楚啊 别人不一定清楚了 唯摩结经说到了 执行是道场 无虚假顾 每一句话 没有应付的话 比方 这亲戚朋友劝我们 哎呀 你应该跟你太太沟通一下 你应该跟你哪个朋友沟通一下劝我们 后来过了两天 这个劝我们的人问了 你讲了没有啊 有了有了 我有讲了 咱也不领我的情啊 咱也不领我的情啊 那个有了有了 那个都不够真心去做那件事情 那被人家推啊推啊 心不甘情不愿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不实了 不是发自真诚心去做的 不真实 我们要注意哦 你真心用多了 越来越习惯了 你忘心用多了 应付的心用多了 哇那麻烦了 不知不觉 越来越习惯了 你想用真心啊 有时候用不出来啦 我看到 人家传给我一段话 小时候的时候啊 讲谎话 很紧张啊 为什么啊 孩子 一讲谎话 他他心不安啊 很不习惯了 很紧张啊 诶 长大了 讲真话很紧张啊 有点不习惯了 就像我们 在新冠期间啊 你看我们三年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啊 好多人与人谈话 或者上课啊 都是线上 都是线上 哇 这个对小朋友啊 影响很大了 为什么 他关荧幕了 关 没有认真上课了 在底下 有躺着的 有坐在椅子上 在那晃啊晃啊 晃啊晃啊 晃到跌倒的都有啦 你看他听课啊 他就习惯了 他就不专心了 散漫了 这个对他后面的影响太大了 其实我们不要盯着孩子看而已啦 你看他养成一个坏习惯要改很难啊 我们也是啊 你不用真心习惯了 又又很难啊 所以我们得时时提醒自己啊 一句话 一个动作 甚至一个眼神呢 我们都要真诚 一开始可能时而勉强啊 慢慢中则泰然 慢慢我们把这个习惯了养成了 所以 这个不自欺啊 那就是 言语都很真实 对待人都很真诚真实 而且啊 会尽心尽力 应该 应该 大家有提过 德育故事 妙童自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个妙童 父亲去世的早 他是大哥 所以弟弟 他把他们照顾长大 后来弟弟们都娶妻了 结果 这些弟媳妇 嫁过来一段时间以后 就提出来 要分家 吵得很凶 这个妙童 看到这个情况 我们在看这些德育故事 有时候可以思维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会是神样的状况 大家想一想 假如是我 我在这样的情境会怎么样 我可能就几个 这些死没良心的人 你知道我照顾你们多久吗 那个娶妻什么什么都是我帮你们办的 你们有没有良心 你看火就上来了 大家探讨探讨 这个是什么原因 造成他发脾气的 是他的弟弟明良心吗 那只是个缘 因是什么 万法因缘生吗 那生气是个果相 因是什么 我们最近一直在探讨 经一世长一致 经历这件事 不知道问题处在哪 怎么长一致 所以这个万法因缘生 这个因一定要找到 当然原因要清楚 什么助缘造成的 那这一件事 因呢 因是我们的付出有留在心中 假如付出都没放心上 这些行为就不会激怒我们 这个责任不在外面 境界没有问题 当然我们是一起探讨 这个是对自己 中树之道 对自己要探讨到根源问题的 对别人 树 能够体谅 现在的人 这个会把责任推给境界 这个正常 因为他还没学 但是我们已经学了 那这个 下的功夫要从自己心缘引微处 没找到这个根源 下一次还会发生 我们就感觉好像怎么修都没太大的提升 同样的问题 可能一直在那里转 一切皆考验呢 看而怎么办呢 对境若不是 须在从头练呢 比方最近有一个同修 他讲了他最近遇到的很多的人事 他也蛮烦恼的 后来我听完了 我说你所提的这些事 造成你的烦恼痛苦 是同样的原因造成的 你看这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因一样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有攀比的心 所以你见这个人 攀比了 见一件事 又攀比了 一比你就难过了 所以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这个攀比的心 不放下来 哇 那够自己瘦的 每天不知道要难过几次了 所以得检讨出来 根源在哪里 如展独树 直断其根 了凡世讯的教诲 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 对我们修行很有名的 对我们修行有关 也修行有关 对我们修行有关 我们修行有关 整个角度 所以修行有关 在两天 对我们修行有关 这个美心有关 因为修行有关 修行有关 他把自己的门关起来了 然后自己在反思 我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 都是教我修身骑家之道 我居然骑不了家 太惭愧了 愧对这些圣人的教委 他自己打自己 没有同志抓 自己打自己 你看他付出那么多 他没放心上 他只觉得自己得行不够 都往内 结果 他的弟弟弟弟 了解到这个情况 良心的触动 就跟他忏悔了 不分家了 人真诚心忏悔 对方的善根 就会被我们触动了 我们学圣教有一个最重要的大根大本 就是要相信人之初 性本善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诚心未知 他有本善 他现在还没感动 我做得还不够 所以要尽心尽力 我尽到全力没有 这个才是不期 我尽到力了 这个我才是真心 我做得实实在在的 我没有应付 没有虚的 所以这个庙童 这个公案 后世读书人 讲了一句话 很有味道 天地间 除了自责 自责就是自我反省的 责备自己 除自责 自敬 敬就是我敬到全力没有 自责 自敬外 更无道理 我感觉这句话很有味道 说实在的 所有的经典都在教 就在教我们 面对一切人事 我们能不能做到 自责 自敬 常常以自责自敬 来下功夫 这个人的心就越来越真 这个人在每一件事当中 在面对每个人当中 他在提升他的心境 那我们看五轮里面刚刚是谬同 我们举顺王 他是在面对他的父母 面对他的弟弟 他的父亲后母 要害他呢 他的心境呢 我做得不够 负罪 隐特 是我错了 把过失揽 揽在身上 自敬 他 尽全力在努力 父亲后母还没感动 谁感动 姚帝感动 把王位让给他 所以我们看这些得益故事 要体会到一个道理 天底下没有吃亏的事情 更没有占便宜的事情 所以师长说 学佛首先学吃亏 我们这句话再解深一点 不肯吃亏 就是我太重了 那我太重你怎么提升 会修行是在每个境界当中 把我放给淡 这叫功夫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我直来的 那我越来越重了 那这个轮回怎么出得去呢 这个道理不难懂 而且福田靠新根 又不是别人可以给你拿走的 担心啥 所以 理得心安 理真的 懂得不够透彻 这个心还是安不了 所以还得多听经 多熏 熏明白了 不自寻烦恼 一教奉行不义悟 一教奉行不义悟 他在家庭这个静缘当中修行 行孝 他会修 在这样的家庭当中 把他的自信恢复了 得为圣人 所以会不会修是关键的 尊为天子 福报现前 富有四海之内 宗庙响之 后世都纪念他 祭祀他 子孙保之 他的福应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都受到他的辟应 所以我们跟后代分不开 不能乱发脾气 不能到时候你做梦 祖宗你别发脾气 不然我们可能就出不来了 父母祖先跟我们是一体 后代子孙也是一体的 我们把这个慈爱要展现出来 以后你的子孙都说 我有一个祖宗 现在在极乐世界 做阿维悦智菩萨 你看你的子孙 会觉得很有福报 首先他们知道有极乐世界 你是坐着走的 你是笑着走的 你是看着阿弥陀佛走的 没有什么比 比这个更珍贵的 更有价值的 你有这颗慈爱心了 赶快努力 到时候给子孙表演一下 是吧 我们有看过一个公案 这个要往生的人问说 你们有没有看过坐着走的 人家说有 有没有看过站着走的 有 有没有看过翻一个跟斗走的 人家说没有 他马上就翻了 很自在 我们不要当故事听 要有志气 走得自在 这个真的是为人演说了 你看现在 人晚年 业力献钱 做不了主 不只他很辛苦 家里都辛苦 所以福报 不能乱想 要放在晚年想 晚年没有障碍 神智清楚 做得了主 这个老和尚都给我们知道了 修行人不想服 留着临终 没障碍 这些理由 我们搞清楚了 我们在五轮当中 就肯吃亏了 不会计较了 只要求自己了 不要求别人 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奇怪了 为什么亲戚朋友 对我还是有埋怨呢 你看这些话都告诉我们 我们心上有问题了 我们是正己的功夫 下得不怎么样 又要求别人 那人家当然不服气了 我这个开头好像开得有点长 这个从用忠 当然我们是中华俄女 我们要明辅其实 要用忠 华呢 华是花朵 用忠 你的人生处处都是美丽的花朵 跟华严精 砸花庄严 为什么 因为你用真心了 你在哪一个行业都行菩萨道 每个接触到你的人 他都善根增长 你看这庄不庄严 输不输胜 你随缘没有用 那这个人生 这个真的是百花园 你身边的人说 你应该写一本自传 给我们后人挤发挤发 你不要自己想去写自传 那有点自我感觉良好 你看人家老和上都不攀缘了 随缘 连出家都是人家推着他的 请他出家 我们不能丢了中华儿女这个名号 好好 这一生不能空过 总不能白白来这个世间一趟 总要干有意义的事情了 那老和上这些谈话教诲 我们听一次要放在心上 你在哪里学 你能从洗个手 善待水龙头 你就可以一及一切 一心入一切净 为什么说圆解的人 修一天 超过不能圆解的人 修一解 差很多 圆修 一理 理解的圆融 懂得 你看这都是华眼的教导 一及一切 这颗光敬心 入一切人事物当中 你说他这么修 一日千里 他的成长 亲戚朋友都看得到 他的亲戚朋友就从他身上 对圣教有信心 老和上这段开示里面 是有一个地址切了一盘水果出来 老和上说 修行就要在切水果上修 你假如切的大一块小一块 人家看了都不想吃 当时候韩馆长带着大家去吃饭 重点是什么 看人家菜怎么烧的 为什么烧的好 像人家学习 五十三餐 那不能当故事厅 上馆子是五十三餐 那啥时候是五十三餐 总不会只有上馆子是五十三餐 那大家听而无听 不能听完 今天晚上就要求要去上馆子了 这个要用忠 家里经济状况要衡量 吃穿都要用忠 依贵节不贵华 上巡愤恰正家 正家就是家里经济情况 要考虑 方方面面考虑 这才是用忠 你不能偏 顾此思彼 这个都不是用忠 大家不要一听 今天陈德法师说上馆子 明明人家李秉仁老师说 别吃馆子 他听着听着打架了 这个陈德法师跟李秉仁老师讲的不一样 所以听东西一意不一语 四一法很重要 要会听 老师上有一个专题 大家一有空都听几遍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首先教我们什么是善 善听 你不能听执着了 听在表象的语言文字上 老师上一讲 统统都要放下 你马上工作辞掉了 这个不善听了 止理费事了 理是心上放下 事上没妨碍 听都不能听出执着了 当然 假如诸位忍者 你们听啊听啊 觉得 承德 好像讲的 有一些地方 矛盾了 冲突了 大家一定要提出来 不然我就罪过了 而这造成大家的 这个疑惑 那因为不再造新疑了 我造成大家的 这个迷惑 我就有罪过了 大家可以提出来 这个我们 这个传统文化学习班 我们确定时间还没定 想说这个 7月11号 礼拜二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现在礼拜六礼拜天都有活动了 不好意思 可能要排在其他时间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们一接触什么 人事物什么话 你一不小心 你就执着了 关心为要 而且 一出现执着点 就不是真心的状态 这个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尔波罗蜜多士 这个观自在 我们的念头跟自性相应 这个叫率性之为道 在道中 为什么老外上常说 真诚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五星是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心念跟它相应 我们身心自在放松 当我们的念头 有执着 比方说控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别人说 我为你好 这个话真的为人家好吗 你看深一点 已经有控制的念头起来了 这个言语的声调才是这个样子 你真正柔软了 一心为对方 对方不领情了 你横顺众生了 不能强求 对方遇到一些事了 他体会到你的苦心了 他会再回来找你了 所以佛菩萨帮助众生 不急于这一事 不急于这一时 他得随顺应援 不能去控制要求 不然跟众生的缘就 搞坏了 所以柔和直指摄身德 你看这个菩萨四德 是我们处世四个纲领 真的很好用 你任何问题掌援这四个原则 我们就不打烦恼了 为什么 你一思维这四个原则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很多功夫要下 哪还有时间浪费在烦恼呢 抱怨呢 不说别的 威夷助持有则得 我们要以身作则啊 我们都不是从胎教开始 不是从小开始啊 都是长大才学的 好多习气要下功夫啊 不然人家对我们怎么 可以信任提升呢 包含随缘妙用 无方德 怎么才妙得起来啊 不动情绪才妙得起来 一动情绪就不妙了 哇 那体会到不能动情绪啊 请问大家要下多少功夫 你一天念佛 没有念几千声上万声 你要不动情绪 I can't believe it 我不相信 你妄念比佛号多 你不起情绪 可能有 我办不到 因为讲话不能太绝对 太绝对又有人不高兴了 一定不可能的 就有人不舒服了 出言顺人心啊 言语要含蓄 要仪式 可能就办不到了 叫仪式 不要说你一定办不到的啦 人家听着就不高兴了 我们常说出发心成佛有余啊 其实这一句话 可以用在我们处理每一件事 对待每一个人 我们对每一个人 每件事的出发心不能变啊 比方说我们劝朋友 劝他不听 神奇了 变心了 这狗咬吕动兵 不是好人心 对呀 你都不变心了 哇 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 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出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 比方说 今天 你曾听到一个 亲戚朋友的情况 问题 你一听到 情绪有点不动 这个手机拿起来 写了几句 感觉自己心不够平 放下来 然后赶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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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佛 这个心 比较安定下来 再来写这个短信 跟刚刚想的那些内容 有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你看前后可能才几分钟 十几分钟 可是写出来的那种差异非常大 前面有带情绪 心静下来了 能包容 能关心他 替他想 说实在的 当一个人出状况的时候 他内心也不安 他也不好意思 当我们过去是情绪的时候 也会调动他的情绪 他也不高兴 甚至于他没表现出来而已 你就可以发觉 好像跟他距离越来越远 但是他错了 你的言语 带着包容 带着体恤 本来是件错事 他毕竟既往不救 这也是论语教的 事已经造成了 你在那发脾气 对自己 对对方 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个时候你 用真心再发过去了 有可能就触动对方的 善根 所以真的没有坏事 我们心用对了 真的事事是好事 最近也是有听到 同修的孩子 出了情况了 这位妈妈以前 可能就会唠叨 会骂了 这次都没有 然后呢 一直陪伴他 去解决问题 结果这个孩子 本来都不怎么学传统话 经历这一件事 主动要学了 你看 这不是随缘 没有用 可是要稳得住脾气 不然这个机缘就过去了 所以真的从菩萨事得一思维 我们好多功夫要下 我们为什么遇到境界做不了主 明明知道很多理了 在境界面前提不起来 还是烦恼做主 这是业力造成的 我们在轮回当中都有业力 内的烦恼是业力 外的这些诱惑 静缘也都有业 老话上说 张家大师教给他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你求不到 是因为有业障 要消业障 我们在境界当中 情绪都做不了主 这就是我们的业 业力产生作用了 好好拜佛 好好念佛 好好听经 读经 这个都是消业的方法 佛号真诚念 观无量寿经讲的 一句佛号真心念 灭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那消业的力量很强 你一念佛 称明 时即欲光时 光明普照十方世界 你一念佛 就是众生有缘 遇失光泽 遇阿弥陀佛的佛光 够灭善身 身意柔软 这么好消业的方法 都告诉我们 我们得老实休想 老实念 不能让恶性循环 每次遇到境界 理懂那么多 就是做不了主 继续这样的情况 没有办法改善 不行 一个月好坏就过去了 一年又好坏就过去了 不能没进步 学如逆水行作 不静则退 我們每一個人所遇到的問題 種類都不一樣 但是有一點是同樣的 就是我們念佛太少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處理好這些問題 但是提出這些問題的人 有沒有好好念過佛 而且我們在感受感受 問題是你自己想通的好 還是別人把答案告訴你 像成德初學佛 沒有人可以問 就是聽老和尚講聽了 這奇怪了我也沒有起一個念頭 我趕快去找到老和尚 當然是因為送光碟給我 送那不是光碟送錄音帶給我 的那個同事啊 他給我說這是一個大陸人講的 我落了一個印象就是 老和尚人在大陸啊 那我也見不到他了 過幾年我才知道老讓那時候是在台灣的 9899人在台灣 所以這個還是我自己的問題 跟我的同事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去檢查 我沒有去檢查 聽了就這麼認為了 所以以後呢 所以以後呢 人家告訴你什麼 你沒有去檢查 不要怪別人說 都是他害我啦 他給我講錯了 反求諸己啊 因為我們沒有檢查 所以當時候就學啊 沒人可以問 可是老和尚人都教啦 說實在的 我們會提出這些問題啊 也是我們聽老和尚人講經太少啦 不然呢 其實講經的時候教啦 我講到這裡 可能十一號 我看沒人提問了 呵呵 看了一下 你假如用經教思維了 還是不能解決 還是可以提的 呵呵 若時 心友宜水雜祭 這個心友宜啊 也沒有說 心友宜馬上問 心友宜啊 可以先問問Google老師啊 把問題打上關鍵字啊 還有 鏡空老和尚啊 啊 可能就有答案了 或者用他老人家的教誨思維 有可能這個問題就解開了 喔 老和尚講經的時候說啦 他自己啊 他自己啊 比方說 準備這一句經 怎麼講 準備有瓶頸了 先放下去拜佛 拜啊拜啊拜 唉 想通了 有靈感了 老还是說啦 那個靈感啊 有時候像泉水一樣湧出來 哇 赶快记下来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 为什么我们想事情想不通 因为我们没有把妄念止住 把情绪止住 你越想就越烦 还是要关心为药 真的念佛了 一切莫管 其他的事先不要想了 字具分明 频频长长老实念具 这样心就慢慢静下来了 所以当时候遇到问题 要不听老外讲经 你一听 你很专注的时候 妄念也起不来了 光光静静的听 你的心也安定下来了 而且老外讲的都是让我们消归自信 哪一句的指导不是让我们舍忘 舍掉烦恼归真 恢复真心 用对心 你随着一句一句 你看听十五分钟老外都讲几句 把一句真的听入心了 心念就转过来了 就想通了 知道怎么做了 一开始学佛就是这样 或者是去念念佛 先不想了 因为越想越烦了 越想 心越不安定了 那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念佛了 念念念就有灵感了 当然每个人得力的方法不一定一样 最重要的是习妄念 有些人用读经的方法 专注一次一次一句念 妄念就下 就 扶住了 就消失掉了 就消失掉了 那今天 老和尚这一段跟大家探讨 那当然这一段话后面 还有提到 三个人住在一起 分工 老和尚提醒了 你们虽然分工 但是 所有的事情 大家要轮着做 不然 你三个人分工 突然那个管煮饭的人 有事了 那就没饭吃了 老和尚都在这些生活当中 指导我们 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你在考虑事情的时候 随时要考虑到 无常 这个世间的缘分随时在变 你要做准备 现在企业说的 危机处理 小组 你要危机处理的机制 当然大家学东西要学活的 那是他三个人的一个单位 所处的状况 今天你单位有一百个人 能不能这样操作 学东西是活的吧 不能死半硬套的吧 你不能听完老和尚这个 回到你的单位 每一个人什么事都得学 那完蛋了 你这个领导人会把团体给 搅得晕头转向的 你听老和尚的经不会听 会把自己的组织搞得晕头转向的 你不能很灵活去领悟的话 你学死了 那就用错了 那一百个人怎么办 一百个人他有不同的部门 他每个部门里面 他工作要互相熟悉 一个人两个人突然有事了 都可以运转 我本来一开始讲这个 就是一开始课程开始了 我就请刘老师 你来主持吧 就让我想到这个事情了 这个是缘起 不过这个缘起讲得太长了 一个半小时到了 尤其我们说人能宏道 这句话我们在课程当中 我们一直在感受这句话 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中述做出来了 把传统文化的道义做出来了 这才能宏道啊 像我们团体很多可能都是平常就有工作了 在半班的时候来做义工啊 那他们有家庭有工作的责任呢 那我们随时要体恤到他家庭 体恤到他的工作 那我们这个心形啊 才跟道义相应啊 这样叫君子义以为职啊 君子很重要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这个义制了 尤其家里有什么事情 让他没有后顾之后去处理好 我们让他放心之外 可能在帮得上忙的地方 再给他一些支持 他感觉到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啊 不是亲人 甚是亲人 这叫法眷属啊 法眷属的情感应该不亚于血缘的情感了 因为法眷呢 都不是一生的缘 很可能过去世就结这个缘了 好 是有同修举手是吧 有请 您的麦克风好像还没开 师傅好 你好 成的尊念成的法师好 就是有一个问题讲 请教法师也是 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然后因为讲到大家的缺席 您这个问题急不急 有一点可能不太急 但可能比较重要 哦好 好那您好那您请说 法师就是您刚才课程中提到的一些 关于修身的一些问题 包括如何放下一些计较的心 如果提起一些道义 包括不落一些印象 然后学生就是觉得 好像这个修身的标准 好像光靠世间的这种 好像做不到 就是因为世间好像难免还是存在一种 情职嘛 还是存在一个我职 好像就是学生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法师 是不是咱们学习论语 包括学习四书 咱们是在用这个方式在破除我值 或者说是在用一个更高的标准 在尽这个道义和修身 想请法师答疑和为我们开示 不到此处请法师 见谅也请诸位同修老师 见谅 阿弥陀佛 好 您这个 您这个问题呢 首先呢 我们辱世道啊 圣人其实都是在指导我们修身 指导我们呢 能够出轮回 你不出轮回问题没有解决啊 这些如是道的圣人 都是同体大悲啊 首先我们这个信当中啊 我为大师讲六信 信己 第二是信他 我们要信阿弥陀佛 释迦如来 要信孔子 佛经里面孔子的身份 是有暴露的 在启示戒经 这个是净土中六祖 永民严寿禅师的 万善同归籍 里面引的佛经 启示戒经 里面就提到了 释迦牟尼佛潜恶大菩萨 于震担方向教化 那印度的震担的东北西南方向 就是神州大地 那等于是孔子跟老子是两大菩萨来教化我们 都在给我们扎好基础的 为什么大臣佛法传到中国来 整个中华儿女的接受度这么高 完全没有 没有 这个相抵触的地方 那这个不能不感谢老子跟孔子 所以 这些教导 它都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 在开一些道理 其实主事道的教会都有 里同出于一元 道并行而不备 这个是雍正皇帝上遇说的 好 您可不可以具体讲一下你的 就是说 比方说你刚刚提到 这些教会要我们修身 但是还是有情职 就是你具体困难在哪里 可能你是不是觉得 他比较太高了 可能刚才表述的不够详细 就是因为根据自己 之前的一些经历 就是也是曾经也通过 学习传统文化 然后也是曾经让两边的家族 包括长辈们 因此而升起一些信心 但是确实我们这个时代 真的跟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 因为受功利思想影响特别大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 也是半路出家那种 二十岁左右才开始接触 可能还是 虽然父母两边的家族也是 也挺有福分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可能还是会有自己的 做了很多之后 或者说 吃了很多亏之后 慢慢慢慢的那种急躁的心 包括有求的心 都有很多的委屈 因为就是自己一个晚辈 然后母亲家族那边有七八个姨妈 然后父亲家族这边也是有 也是人数也不少 但是 到后来就有点撑不住了 就那种 加上父母对我的那种控制 包括自己对父母那种控制 慢慢就起来了 所以后来慢慢的就 那个缘分也就不好 所以其实又 也给穿的话 也抹了黑 就是感觉到有时候忍到 就是付出到疾处 或者付出到一定的程度 或者说是忍耐到一定程度之后 因为 先是因为恩嘛 念恩 但是这个恩到后来 如果那个我只 如果就刻意 事实上那样说反求足迹 反求足迹 把自己也是 总是想自己还哪里能做到更好 自己还要哪里 就到后来从自省变成一种自责 到一种自卑 到一种不利感 然后慢慢就会又生起了一种 就从恩 念恩变成念怨了 就爱之生 恨之切 所以其实就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后来自己就是总结到 可能我这还是只是在用 事件的一种法在要求自己 那其实可能我应该是不是 老师们讲的法 可能应该是用更高的标准 那可能就是要 就是要破情止 这个才能做得到 因为光靠情义还是 或者还是会 会难免会出现偏颇 或者出现极端 所以我才想到刚才那个问题 想请师傅 开始是不是 其实我们是在用更高的一种标准 我们在修学或者说来 解读无价的经典 或者说道价的经典 我们在用更高的一种标准 或者说更觉悟的一种标准 在自我要求 好 谢谢 谢谢 敌语 这个首先 他提出来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呢 他是在天课当中 产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来挺好的 等于是 这一个因缘 就在这个时候 能够搞清楚 不要打包 首先这里也要跟大家致歉了 可能以前 大家听完这个课 好几个问号 东东东东 又没得问 又带着这些问号 继续去生活 不好意思 好 那 我想呢 首先呢 要认识一个义理 就是情义 情直 这个可能要搞清楚 情义啊 这个义制呢 应该做的 叫情义 那今天我们觉得应该做的 那做完就完了 你不会放心上 你不会希望对方要给你回报什么 我们很简单的 你看父母对我们的爱 我们要感觉到 父母 要我回报什么 他做完 他连心上都不留 这无条件的付出 这是情义 而且这种情义啊 还怕什么 怕做的不够好 哇 你看那诸葛孔明 那已经菊光尽瘁了 在他的心里面 他感觉不够 对不起先王 所以这个是义 应该的 那我们在面对这个五轮的因缘当中 我们会产生情绪啊 那是属于情直 你看直 执着 你有控制 你有要求 那个叫情直 那当然情义啊 你还得再提升 叫情觉 因为情义 有时候啊 你尽心尽力啊 但是你还是牵挂 那你就出不去了 你看有很多大忠臣啊 他放不下国家民主啊 那他可能还在轮回 他出不去了 但他那个精神啊 那我们是真的是佩服了 可是他真正遇到佛法了 那他也会出去 为什么 他真听明白了 那他 他知道 没有出轮回 解决不了问题了 所以他可能 知道之后 他那个修行啊 那成就很快的 因为他成就了 去阿弥陀佛那边报到 回来就是阿维悦志菩萨了 他对人民 他对国家贡献更大了 真帮得上马了 所以这个首先呢 我们对情职情义啊 这个要了解 不能说 人家要去敬一份情义了 道义了 你还阻止人家 你别搞情职了 你不要跟你家里的人搞情职了 那你这个误导别人去敦人敬愤 你不妥当的 好 今天时间有限了 我就再提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您现在啊 最重要的 要建立信心 本觉本有啊 一定可以恢复 不觉本无啊 一定可以去掉 最根源的是 首先你现在对自己啊 信心不足 可能你要去做一件事啊 好多 可能你前面呢 遇到挫折的这些情境啊 你都会浮起来 会影响你的信心 你的心情 好 所以这个 你要把信心的 建立起来 好 不觉本无 我们要去感受到 不觉本无 好 您刚刚说的 自卑啊 自责啊 包含 抱怨啊 你种种这些心念 都是不觉 都是忘心 他没有 可是呢 这样的情绪啊 我们一直在起 一直在起 就把它当真了 你就会在这些情绪当中啊 跳不出来了 好 那我们得想办法啊 跳脱这个 这个循环 就像我们今天 探导到一个重点呢 我们经历的每件事 我们有没有找到 问题的根源 比方说今天我跟亲人 相处 结果彼此情绪失控了 那我为什么会发脾气 因在哪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他遇到的 他遇到了那么多人士 但他的问题 同一个 就他攀比了 他把攀比星人放下 那这些问题 烦恼就不见了 不存在了 所以今天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事 到底 因为你所遇到的人跟事 他只是一个源 他会让我们产生这些情绪 因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就像我们刚刚分析的 我们把付出放心上了 当对方的表现 不如我们想预期的了 我们就会想去控制他 我对你付出这么多了 你应该怎么样啊 你怎么可以那样呢 那根源是 我们的付出产生了控制要求 当我们真正看到这个根源 我们知道这是忘形 这是烦恼 你肯把它放下 你把它放彻底了 那同样因为这个根源 所引起的烦恼 就慢慢就减少了 所以您现在 就是应光祖师常常教导的 圣狂之分在乎一念 您现在要在每一个静缘当中 能够观心围绕 自己的念头已经产生 你刚刚所叙述的那些烦恼心了 你要能观照到 那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赶快心里面佛号要起来 假如你觉得佛号扶不住 那你可以先离开 我们立世练心要经一世长一致 我扶不住了 赶快 先离开 不要又造成了冲突 而且您现在 这个关心围绕 别人帮不上我们 都要自己下功夫 比方说我从您刚刚的叙述当中 我就举一点 您现在 首先 你因为过去做得好 对你现在产生压力了 以前这样 现在怎么这样了 你会越想越心乱 我们的烦恼 有可能因为过去 你产生攀比了 然后你经历这些事 你都放在心上了 你的未来产生恐惧了 你不想去面对人 不想去面对事了 因为过去那些 烙的痕迹 太深了 所以你现在变成 要用阿弥陀佛佛号 清空这些过去的事情 不要让它常常冒 让佛号越来越多 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们要相信自己 相信一面遍虚空法界 你这一面心真 你的愿力提起来了 你真的很想利益 亲戚朋友 有缘的人 这一面心可以感得 诸佛如来的加持 静修节要三十一拜说的 一心观礼 静虚空便法界 常住三宝 十方护法菩萨 金刚梵天龙神 圣贤等众 我们这一念真 便虚空法界 常住三宝 龙天护法 都感应 你有这个信心 就会给你力量 性为道源功德母 而且 有个小建议 你也要 学幽默一点 首先跟自己幽默幽默 你遇到挑战很大 上天太瞧得起我了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毕竟苦其心事 跟自己稍微幽默一下 您偶尔要 你别把自己 这个 好像压得太喘不过气来了 待会下课 我不知道您在哪 到森林里走一走 放松放松 宽某相继 不要用力棍某 东方持国天王 悬不能绷得太紧了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 大实话 你遇到的情况 很正常 是每个修行人都会遇到的 真修的人 不是真修 你还遇不到这么大的问题 所以 这个下连导给我们打预防针 末法众生 根顿业重 内膜外丈 无人不拒 协脱正少 退意尽难 退容易尽不容易 若多无苦 忍从何身 没有这些境界 我们的忍入怎么修 没有修忍入 成就不了事 小忍小成就 大忍大成就 所以戒笔磨老 兼我愿力 只要叫猛 不怕贼强 所以这是每一个有愿的人 你必接受考验 我接触的人不算少了 真修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轻轻松松的 都是经一番寒侧骨的 我没遇过一个 轻轻松松 然后成就的 你看刘树云老师 也被人生考到都要寻短的念头都有 你是他轻松吗 所以你不要压力太大 彼此彼此 我也考得也是很痛苦 都觉得 有点呼吸困难 明天我还见得到 都有这种静缘 所以要在圣狂之分在乎一念 不要去想境界 想一堆人 锁好这个念头 就变得简单了 不要把修行搞复杂了 把念头覆好就对了 好 不好意思 超过半个小时 这一次来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